明镜火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我们的明日访谈节目 今天我又继续请到了郑旭光先生为大家讲解 我们在上一集呢 穿门的讲中共在2019年 本来他们定为的这样的一个焚酒逼乱呢 那么什么是中共乱了 什么是中共最好的一个2019的一个收益 还有2019呢 哪些事情是灰犀牛 哪些事情是黑天鹅等等呢 郑旭光先生呢 都从他自己的角度呢 进行了讲解给观众朋友们 那么这一节呢 我们将会给大家讲一讲 为什么中共是何以将自己的统治延续了70年 并且在这70年里 如此大的一个发生的无数的灾难 并似乎没有影响到他们对于中国民众 或者这块土地上的一切的统治 而他们的统治的力量和能力 似乎在不断的加强当中 他们拥用了什么样的方式 巩固了他们的统治 那么如此这般的统治 会在香港的反送中用动 以及像新疆等等这样 所发生的海人听闻的这些灾难 和反人类的这些罪行方面 那么未来 还可以延续多少年 他们这些罪恶和这些 这些所犯下的这些错误等等 是否会影响他们的统治 而真正可以影响他们的统治的 到底是些什么呢 我们请到了郑光先生 为大家进行详细的梳理 郑光先生好 那么首先呢 我们就第一个问题 我们就来紧扣主题 我们来讲 那么中共呢延续了70年 在这70年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简单的讲呢 就是人人耳熟能详的 比如说我们50年代发生的 土地的改革啊 刚刚开始在解放之前呢 他们的解放之前呢 就宣称啊 这个土地要人人有其 跟着有其田啊 等等这样的口号呢 打土豪分田地 最后呢又将 军分土地 最后呢又将土地收回 收回呢 各式各样的国有化的一个过程 那么到58年的宗教改革 57年的反右清风 58年的宗教改革 60年的这个三年自然灾害 66年的文化大革命 70年代 这个76年的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79年的所谓的 78年的11月 11届三中全会 79年的中美建交 自卫反击战 83年 84年的那一场大屠杀 啊 89年的这个大屠杀 我们也都知道 这是毫无疑问的一些事情 一直到后来的九二南雄 啊到后所1970年开始实行的这个计划生育等等 这些政策 我们都进行了一次梳理和讲解 那么包括 2009年的七五事件 还有2014年的这个战中运动 啊 2019年的这个反送中运动 啊 以及2019年大量的曝光的关于新疆的这个集中营 等等这些事件 都在这个中华人民共和的国的这个管控过程当中的发生了 啊发生这个灾难呢 每一件事情呢可以说 拿到人类的历史上来比的话 都是一件大的不得了的事情 19年的法轮功事件 19年的法轮功事件 但是这都是大的不得了的这种事件 并且数次呢 每一次呢 他们都是迫害者 啊 那么呢 他很多的民众都是被迫害者 但是 他们每一次的这样的过程 反倒让很多人觉得到今天回过头来去看的时候 发现呢 中国的统治 似乎基层化更厉害 似乎 他的控制的力量 或者是他的手段呢 更高明 那么他们这个演化过程 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演化过程 或者是他们的思想 指导思想是个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呢 您给大家梳理一下 我觉得这个应该分两层吧 按中国的那个分析方式 一个是道 一个是数 你刚才讲那个数的话呢 就是现在最新的词汇叫数字化集权 这属于数的方面 就是控制到所有人 它这种实际上是这个 收集信息的成本在降低 那这种数字化技术这种大发展 那从道的层面上来讲呢 一般我们对这种专制政权无外乎 它有两手 一手叫暴力 一手叫谎言 当然这个呢 暴力和谎言呢 它的这种有效性难以持久 难以持久 那么它还需要什么 还需要这种 这个这个指导思想上的修正主义 这个所谓修正主义叫 叫这个这个江泽民时期用了一句话 叫叫叫叫什么来着 当时很流行的 三个代表呢 不不不是 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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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屠存的感觉 就是党国的危机感 如何能够这个 在这种新的国际变局之下 能够存在下去 所谓变局 大变局什么 就是在 91年这个苏东事变 就从89年开始 这个 有一句话叫 中国开花 这个欧洲结果 是吧 89年是六四事件之后 苏东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当然它是此起彼伏的 因为东欧的这种变化 是一直有 80年代的那种团结工会 是吧 对 但是呢 89年这个事变 是在他们 这些共产党的心灵深处 是比较震撼 80年代 你刚才说到的 苏东巨变的一个背景 就是其实苏东 就是整个的 我们可以说是东欧地区 长期的其实共产主义阵营 并不是一个团结和紧密的阵营 包括我们知道的铁托 铁托的南斯拉夫 以及我们知道的阿尔巴尼亚 等等 这都是与苏修 这两个是属于跟 跟苏修不对付的 苏修很不对付 并且包括波罗地海的一些国家 长期出现的各式各样的抗制 他们在宗教上 民族上 方方面面 语言上都是与俄罗斯人之间 有长期的冲突 从这个 从共产党的中共的角度来说 苏东巨变之后 他们很孤单 当时有一句自嘲的话 叫看来只有社会主义 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 因为过去都讲 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现在看来只有中国才能救 你还在扛这个大旗 大旗能扛多久 实际上这个也是对江泽民 对他们的一个问题 一个挑战 所以他们要与事俱进 那想折磨这个是和平演变呢 还是这种怎么走呢 当然邓小平他们是有这种 不要当头啊 韬光掩晦这样的一个遗嘱 算是这个交代吧 那么这个中间的节点就是 他们有效的维护了中美两国的关系 美利坚合众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这种关系 而且越来越紧密 通过这种经贸关系来软化政治的对抗 意识形象的冲突 来软化来掩饰 那么到了现在实际上 它成为了这个名义GDP第二大国 但是呢按有些人的说法 按照购买力评价算 它可能已经是第一大国 那这个尽管它人均GDP还是不行 但是14亿人口这个体量是很OK的 而且它主要的经济发展是在东 那东部的这种景象 你很难把它和这种发达国家区别看来 超越了很多发达国家在我眼里看 这种大都会 一些外国人英国人 美国人去了以后也是很炫目 这么方便的生活 百万级的人口的城市 多的触目惊心 四处都是 一个县都有百万人 解释为之帮助重建了中国 斯蒂威先生呢提出来了九点 我看小平总结出来的 从九个方面支持了中国 不管这个是美国是如何做的 那么起码来讲 就是这个中共这个救亡图存的这种 行动 看来是很有效 在这个整个共产主义世界崩塌之下 它是硕国仅存的几个 那它的确实过得比古巴朝鲜要好 也比越南要好 在国内的这种 也走出了八九年这个镇压之后的困境 走出了国际的困境 也走出了国内的困境 很多人已经开始反省了 也许八九年的这种 我参加民运是不是就参加这个民主运动就错了 搞错了 因为共产党搞得很挺好的 当然了也不排除很多人 他已经成为这共产党员了 那包括我们知道的那个郑什么 就是那个南华 这不是那个新加坡的那个 郑永年 但是郑永年也是如此 郑永年是参加过八九的 他是参加过八九 那个谁也说他参加过八九啊 那个复旦 那个不是那个 那个人民大学的那个叫什么 哪一个 发表什么样的文章 姓金是不是 金灿荣 金灿荣 包括这个 咱不提他可以 这个环球时报的这个 胡锡进 胡锡进 这个都说我们是八九年的参与者 我们的现身说法来证明这个 这个 八九错了 共产党干的很好 他都没有 他都没有完全说八九错了 但是实际上有很多人就完全说八九错了 在私下里这么说 是吧 所以呢 我们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我刚才说是 从树上来看 他是有软的硬的两手 硬的就是暴力 软的就是谎言 当然维持谎言的话 确实还需要信息封闭 还不能让你这个 要控制言论自由 这是树的方面 但是 为什么国际社会也能够容忍 也能够持续的接触 把他当作战略伙伴 尤其是美国 他一度就说战略伙伴 对 那我觉得 那这个是纯粹是欺骗吗 纯粹的欺骗能做到吗 那是做不到的 我觉得可能 他还有一些实质的改变 实质上的一些改变 当然这个东西 你怎么看 就是自这个变出看 自不变出看 你不能仅仅从他自身 你要做对照的 做对照的 比如说前三十年 后三十年对照看 什么地方变了 什么地方没变 对不对 他跟那个苏联 苏共跟朝鲜劳动党 你一定要比较 比较的时候 你能看出来 能看出来 他的所谓的这种 能够延续七十年的原因在哪 而且是 在那么强大的国际压力之下 又走出来 朝鲜能够走到现在 那是因为背后有个中国 一直在支撑他 那苏联背后没有 所以他到七十年大限 按罗素讲的七十年大家就垮掉了 但是中共成功的熬过了七十年 他背后是谁呢 是美利坚和中国吗 那是什么呢 一开始可不是美利坚公 美利坚 在前三十年 最早的时候 那应该是 就是从他整个这种 二一年成立 那背后是苏联 那背后 对啊 二年成立的背景 这就是 整个他 打江山 坐江山 这个初级阶段 这应该背后是苏联 毫无疑问的 那么后来他跟苏联闹掰了 开始寻求美国的支持 当刚开始也没有寻求美 也他也寻求不到 因为刚刚开始那个时期 应该是 有一段那个就是 大概有个从五 同时就是同时反苏反帝 反苏反帝呢 大概我们就知道 从五七年五八年 五七年 反美帝反苏修 一直到七二年十五年 有一个阶段是 对十五年 反美帝反苏修 对对对 既反对这个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叫帝国主义 按列宁讲话 也反对这种修正主义 对 当时的第三世界的 共产主义的叛徒 第三世界的这种划分 当时就是 他需要去做第三世界的理由 那第三世界 你发现他就是一个 一个求生欲的一个表现 当然 他是在找到他政治上的一种 新的位置 那你想你跟 这个 因为你选边站 你已经把美帝批到一边去了 完了以后 现在赫鲁晓夫上台以后 你又跟苏联闹掰了 你说他是修正主义 因为他批萨利曼 你又跟苏联也闹掰了 这时候你要走 走 走自己的路线 走自己的路线 那在第三世界还有不结盟运动 有印度他们那个 在印度 还有印尼 只能这些国家发起的不结盟运动 所以他这个 严格来讲 也 也没有办法说 他就是第三世界的领袖 那 他是有 通过园外 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 他也 制造了有他的影响力 包括他对于这个 这个 欧洲的学生运动 包括对于很多这个军事组织 我们知道的哥伦比亚解放军 我们知道的菲律宾的南部的 绵南老岛的这个武装 还有包括在印度尼西亚的 包括这个尼泊尔的 整个非洲的 你几乎所有的当时的反政府的 或者是独立运动的呢 都有中共背后的 你看他在一个封闭的情况下 他是挺能折腾 他折腾就是为了让别人看见的 他挺能折腾的 通过这种消息的这种出口转内销 来强化 这个中国人对这个政权的认同感 是是是是是吧 是是 所以这个 咱们就回到咱们过去说的那个 中国人那个大中国这个心结 这个心结也是这个中国共产党 从一个共产主义运动 一个革命党 嗯 逐渐的他在这个49年这个 呃 建政之前 他已经慢慢的就比较成熟了 比较成熟了 早期的时候他是呃 浪漫主义的 嗯 啊 这个你像毛泽东 早年 湖南要共和国啊 嗯 都共和国啊 他跟现在的这个这个 这个刘中兴他们简直是一模一样啊 是是是啊 一个浪漫的一个呃 自由主义者一样啊 那么到了后期这个 这个共产国际的这种要素一进来 嗯 啊 那他以这个真实存在的一个共产主义运动 他同时他又是不浪漫 因为背后是斯大林 嗯 啊 他不是 他不是基诺维耶夫 是吧 这个共产国际不是无源之水 真正的支撑者是 这个苏联国家 对 啊 而苏联国家 应该说 他走过的道路就是中国的道路 嗯 中国中国毫不避讳 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嗯 毫不避讳 那他觉得苏联也很成功 那苏联成功在什么地方 啊 就是 呃 我们实际上除开这个 这个 共产主义实验 这个 我记得是金光涛讲过一句话 就是 社会 主义的这种 尝试其失败 是20世纪人类两大遗产 嗯 所以这个社会主义 就专指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的 嗯 这个 社会主义 列宁主义的这个社会主义世界 嗯 不是指 翻翻而谈的社会主义运动啊 对 那么 那么苏联走了就什么 我记得 托格威尔在他那个美国的民主里头 最后他做了一个预言 认为在未来 世界上会有两个强大的国家 那本书很早呀 因为他来美国 玩的时候 玩的时候 大概不到一年的时间 嗯 当时哈佛还在一个小村子里 哈佛大学 嗯 还是就是几个几个小房子 他就看到 说未来有两个大国 一个是俄国 一个是美国 嗯 托格威尔 他是在法国当民还没有开始的时候 他就做了这个预言 嗯 所以这个年轻人厉害吧 很厉害 所以你不得不相信就是 有些人那个智慧 那个 眼光和眼界 眼光和他的那种分析 嗯 是是很厉害 是很超饭 可以看到未来 嗯 他的他的这个 神是可以投射到未来 看到未来 那么 那就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就是你 俄国你不管怎么折腾 他可能 都是会形成两极中间的一极 当然他也没有预测到 这个俄国会最后解体掉 嗯 他这个是他没有去做 在进一步预测的 那实际上在这个里头呢 就是我们 讲到这个中共和 语言系统治 70年的时候呢 你不得不强 不得看到 他像俄国一样 俄国也是维系的 70年 在这个过程中间 他们除了这个 还高挂着这种 他这个初心 共产主义这个初心之外 实际上他是 做了非常大的修正 这个修正就是像 这个帝国的逻辑脱协 像帝国的逻辑脱协 因为这个领域内 是一个帝国 对 这个领域内 他继承了一个帝国的盘子 不管是中国还是苏联 他继承的都是 前朝的一个盘子 你 俄国为敌吧 俄国他是 这个二月革命 他是一个 现任议会政治 一个政权 这个盘子就是 沙俄的 那么十月革命 这个被 这个这个 波尔什维克 用武装政变 武装政变 实际上他议会里不占多数 他武装政变 他控制了这种 彼得堡和这种列宁格 这种 兵工厂和这种铁路线 也就控制住了整个 这个 武装 真实的这种 有持续力量的武装 对 他这有点像 有点像法国革命时间 那个革命政府 他控制了巴黎 实际上你法国革命的时候 反弹也很厉害 保皇派也很厉害 保皇反弹 但是都是 所谓农村的那些 俄罗斯当年也是如此 保皇的士兵很厉害 很厉害 但是他没有这个 重工业 没有兵工厂 没有这些 这些是俄罗斯 这些布尔什维克控制 那 我就再说 中国可能情况更复杂一点 但是几乎是走了俄乌的道路 他们用一年时间过渡到了一个 共产主义政权 中国用了38年 1911年到1949年 38年期间折腾来折腾去 最后折腾的那个样子 当然是有外力影响的 就是有 有这个 美国的因素 有日本的因素 有俄国的因素 上一节我讲就是 为什么就是 单纯从中国的 这个文化基因里头 就是汉文化的 汉语文明这个文化基因里头 你是看不到我们大部分 所 这个 所谓自由知识分子 或者说这种 这种 我们要追求这个自由民主 人权宪政 这个东西在 在汉语世界里头 是没有历史 这个西方伯来品 没有历史 那你回到历史的话 就是 汉诗道那些东西 文化上 汉诗道 再加上 基督教 汉诗道耶 因为基督教很早就进了 景教是吧 很早就进了 中国嘛 对不对 包括穆斯林 是吧 就是这些文化都有影响 但是它不是政治 政治上呢 就是儒家的 法家的 东西 儒家法家的 叫外儒内法 是吧 就这个东西 当然曾经在 战国的时候 春秋的时候 曾经比较影响力 比较大的是 墨家的东西 和这种 杨猪的东西 墨家和杨猪的东西 曾经是 这个按孟子的讲法 天下不归于墨 即归于 即归于羊 就是你要从这来看 就是杨猪 就是极端个人主义的 极端自由主义的东西 就非常自由主义 那墨家就是 是真正的民间的社会主义者 那这种 这种对立和结合 可能会造就非常西化的一种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现在的所谓西化 如果那场造就的就是 如果说 不是这个儒家的崛起 和法家的崛起 而是墨家和杨猪思想 这种对立统一 是吧 这种对抗 可能会 因为现实它从来不是合逻辑的 现实它是互相矛盾的冲突的 你只有在思想里头 你才会有一个合逻辑的东西 包括道家的思想 杨猪你也可以把它画到道家里头 道家的这个思想和墨家的思想 这种对立 这种在现实中间的达成一种妥协 那可能是很棒的一个东西 但是也很 但是它不符合当时的 很奇怪 这些分建制 对 它是你现在看它是很现代化的 非常现代化的 很现代化的 或者说很西化的 但是中国的历史 它产生出来的这个结果 是儒家 这是有一定原因的 儒家和法家的这种 包括荀子 他是一个儒家 但是他又是一个法家的这种 类似于鼻祖 这个有历史的拐贷 那你也很难讲 有时候就是某个思想家的思想 成为了大家的选择 对吧 那在这样 你说道家 实际上影响 其实是持续的 阳中的思想好像 倒是 太那个什么了 就是后面的人就很难接受了 包括墨家的思想 你看是孟子讲 墨子就无君无腹说他们 是不是 无君无腹 你想想你看看 是不是在西方 就有点这个劲 是不是有点无去无腹 尤其是共和国 对对 共和国 还有很多的 其实很多东西还没有到那个份 对 但是你看这个 儒家的 东西和这种道家的东西 他实际上是会经常 也会有一种张力 有一种张力 但是我就说 不幸的就是墨家这支 基本上就给断掉了 他是哪都不招 但是你看这个 道家他往往是革命性的 就如果说你这个 潮在潮的人 有道家的思想 与民生息 那还好办一点 这个就会出现一个盛世的局面 你要是法家的东西 你就民批 那道家会变成一种革命性的力量 你最养生的人 可能是最革命的人 你能理解这个东西 那肯定 是不是啊 对 你看这最 本来应该是最避世的人 对 结果他反而成为 你像这个 这个汉末的那个 五斗米教 是吧 对是五斗米教吗 张角他们 张角他们 叫个啥子我也不记得了 他们看似是比较离世的 但是在他们当他们认识到另外一面的时候 他们往往就是 就是往往他 因为他确实在这个 整个这个 社统治的这种社会秩序之外 嗯 他们能够提供一种 提供出来一种 一种保护机制 嗯 所以这个 我说这个意思呢 就是在 没有这个 这个现代 这个这个力量的影响之下 他就是这个循环嘛 嗯 但是影响了 那你能看到的就是 从近代中国影响了 就是俄国的力量 日本的力量和美国的力量 它是最终起的影响作用 因为在早期的时候 英国和法国还有影响力 嗯 德国还有影响力 但是经过一战 尤其经过二战之后 这些全 这些帝国就全部就 垮下来了 嗯 对都不行了 尤其是二战是把日本帝国也打垮了 是 那在中国盘面上就是 美苏争霸的 在中国这个盘面就是美苏争霸的 对 那你可以说它是个甚至你还可以说它是个地缘政治的一个结果 嗯 就是中国共产党 延续统治几十年 你你啊对 你就是有这么一个统治 有这么一个开端 对吧 你 你就像那个俄国革命一样 它完全没有合法性的一个政变 嗯 它能维持70年 嗯 是不是 那你可能很多人就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 嗯 在最初的时候 就怎么可能呢 你那些理念 完全是解构这个整个文明的呀 嗯 对不对 怎么它们能够维持这么长时间呢 这不可思议的 不可思议的从你从道德感上从那种理性上 嗯 咋都想不明白 从经济学逻辑上 你都没法认识 就是说一个基本的一个人性上 就是说 你像你像国民党政府 咱们就就这样讲 也不会错 嗯 国民党政府是吧 嗯 国民党政府 他们就就说共产党这个什么共产公期啊 宣传是吧 那他们也知道他是要搞共产主义的 嗯 那这坚决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你怎么可能搞成功呢 所以就说是这些部队撤到撤到台湖金马的时候呢 说好多人的那个形状都都不解开了 是随时准备反攻大陆的 嗯 结果一下子就70年 70年 你要是20岁到90岁了 是啊 那包括你想俄国也是啊 嗯 对不对 俄国两批流亡 第一批是跟着沙皇的流亡 第二批是革命 就是二月革命的 对啊 现在您点到这个核心点了 嗯 那么他是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 您说的地缘政治也好 或者其他的这个角力也好 或者国际局势 那么还有一个内因是什么原因呢 他可以统治这么长时间的内因又是什么呢 你刚才说了很多关于外因方面的一些事情 所以内因他在什么样的土壤之上 这个内因就是他本身就是一个 你按这个毛泽东讲法 中国什么 半封建半殖民地 他没知错 但是如果说我们去按这个更学术的说法 不按他这个政治的讲法 按更学术的讲法 他也不是半封建 他是半官僚的 这个半买半的 嗯 没有懂 对啊 半官僚半买半的一个 嗯 一个社会 那么 他实际上也很难抵御 外外部势力的侵入 就是你看这个帝国 嗯 这个这个帝国 他的是是没有这种共和精神的 没有共和精神 嗯 你看着是这种 就是 呃 你你你以俄国来讲 俄国是一个基本上是农业手 嗯 中国基本上是农业手 嗯 是吧 那么农民原则上是不干 不干预政治的 嗯 你谁当皇帝都行 你看辛亥革命 嗯 农民有反抗吗 嗯 就是没有 嗯 对啊 法国还有贵族来反抗 这个巴黎的这种革命 是吧 有有贵族带子 来反抗 只剑的军队 在在中国 有人 这个这个 皇帝 退位了 有有多少人来保皇呢 真正的保皇 说康尔卫是保皇呢 康尔卫做了吗 嗯 南朝做了吗 他们都是顺水推舟了 嗯 立宪党人成了革命的这种主力了 到后期 嗯 所以 他们 俄国也这样的 嗯 沙皇 垮了有多少 背着沙皇转 哎 当时倒是有这个 呃 白俄的这边的一些贵族所组建的军队来 迪德罗拉骑兵 对对对 那二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就是 二月革命 嗯 好像 大家也就 那二月革命当时并没有好像没有出现什么 可能时间太短 太短 对 还没来得及建立起来 对啊 所以你在中国也是中国你看到了这个 等于到所谓的北洋政府后期 大家对这种 共和已经非常疲蔽 嗯 中间折腾两次复辟 是吧 嗯 张寻一次 袁世凯一次张寻一次 是吧 是 都是 都是 呃 但是这个我内因我倒觉得不是这个 这个 共产 共产政权建立的原因 嗯 它是外部输入型 嗯 你看列宁是这个德国是吧 德皇 嗯 支持是吧 呃 这个中共是这个 苏联支持的 这是外 外部输入的 嗯 输入的 那输入之后呢 就是你你再想一想 就是这么一个呃 呃 在呃 在这种 离现代文明 现代化还没有完成的国家 嗯 或者说半截 半截都入土了 半截要现代化 大概其就这样 所以半封建 半殖民地 就是这个概念 就是一部分是西化的东西 呃 主 主体是 过去的东西 是是是是 它是用半封建来表达它的过去的气质和精神 嗯 那那在这个情况下 你看不到它的主体的存在 就是本土资产阶级 嗯 本土资本主义成分 所以这个共产党他们分析了 在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实际上是在两国体现都很清晰 嗯 就是它不决绝 嗯 不决绝 不管是在这个苏联还是在 不管是在俄国还是在在中国 嗯 这个资产阶级是实际上是 不是很强 嗯 不是很 政治意志不是很强 嗯 法国革命那是真的 那你觉得 今天的中国 这个 资产阶级的这个 强不强 对政治上的这些 看不出来 我觉得好像没了 哈哈哈哈 看不出来 就是 呃 一个三个代表 实际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非常大 就是吸纳了 你不得不佩服这个江泽民的三个代表 一下子把这个社会上的 有可能和他们进行在这个整个 就招安嘛 对 整个的这人家的这一个招安的这一招呢 可以说 把这几十年里过去美国想做的或者是包括你知道克林东啊等等这些想这个和平演变的这些人的这个所有的全部都给打散 你并且这个人家和这些人们的一起开始分享 但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分享全球化成果 习近平上台之后呢对于这些分享的就进行了一种遏制 那这个趋势呢是不是会勾起或者是会引起现在的一些资本家或者已经将对壮大的资本家的一种反弹呢 嗯 我是觉得是很明显 有已经有了 变化你不好输 嗯 比如说你 政协人大 实际上都有很多资产阶级分子 人大是这个是什么政协人大是什么一个是外国人的爹是吧 对对对对对 另外一个人做了一批资本家是吧 这是个实实在在的 做了一批资本家就是说他已经跟那个前苏联是完全不同了 嗯啊就是中共已经走过了就是他的前30年相当于苏联的那70年吧 嗯他走过了他他他已经远远走过了苏联的那个阶段 嗯啊你呃你怎么去看待他的时候就是你刚才一一一定要问到就是说这个 他内因是什么嗯 内因我刚才说第一个他的建立是外因这个很清晰的啊 因为否则你解释不清楚北韩南韩东德西德 嗯对对对对 这个大陆台湾对对对 同文同种嘛对 就是因为那离苏联近就变成了共产阵营了嗯 这这这边美国能够能够控制局面他就变成资本主义阵营了 区别就在于此嗯是不是 对 整个生活形态就完全变了 是所以这个这个这个就不是内因的领域对不是内因的领域 但是呢你现在来咱们这样讲就是说 在这个 主动的选择这种 存续嗯你比如说他看到了前苏联的崩塌 嗯 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 嗯嗯 就是在前面改革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修正主义啊那是吧 你修正主义就是赫鲁晓夫做过的东西对对啊 你要做但是那个时候修正主义他就潜存了两个方向嗯 一个陈云方向一个代表平的方向嗯嗯啊 陈云的方向呢就是那 我们觉得那个 建国初期那个新民主主义就挺好的就是个 妥协方案嘛半吊子方案吧嗯 就是承认资本家嘛嗯 鸟笼经济嘛我得认有市场成分但是呢 我得给你控制住啊不能让你出圈嗯啊 就他就不是经典的社会主义啊嗯啊 他也不是说这列宁所强调的经典的国家资本主义 现在概念有点乱列宁说的国家资本主义 并不是说国有企业控制 而是所有都是国有企业 但是所有都是国有企业 这个不叫社会主义嗯 在列宁的眼里就叫 这叫国家资本主义嗯 但是呢对外别人都认为他是社会主义嗯 嗯啊就是这个阶段 因为这个阶段是往共产主义的一个过渡嘛 嗯啊这个在马克思的那个经典作家的论述里 也是能够能够找到某些论述的 嗯就是首先我把没收资产阶级的财产 完全国有化完了以后呢 搞共产主义可能国家就消灭了 但是那个前提呢就是全球化 嗯全球你得是共产都变成这样啊 都变成共产主义 你不能还有那个资本主义还存在 是吧那你干不成的 至于为啥干不成这个东西里头逻辑还复杂 是不是嗯啊那那现在的讲法就是说 苏联你看一个新经济政策 就是列宁对资本主义的一个妥协 新经济政策的时候他引进了哈末的资本 哈末交给他们生产铅笔 对后来哈末又跑到中国来嗯 嗯什么羊投投投资那个羊权煤矿 羊权大羊权里就是山西啊 对对羊权线的那个啊羊权煤矿 露天煤矿嘛嗯啊 这个呃包括你这个这个有一个叫寒丁的 他是在在在中国帮着中国搞现代化农业嗯 那个是纯技术输入的嗯你像这个呃 这个华国锋他是要要学那个呃 学罗马尼亚是吧嗯 罗马尼亚实际上就是输入西方的设备嘛嗯 就是你虽然搞社会主义 但是你也看得清楚你的设备不容易先进哈哈哈哈 你是在落后的国家搞的社会主义对对啊 那你就是许要输入这个别人的资本是 但是呢这输入资本是可能就变成一个大的负债的问题 嗯因为你又没有你的体制是没有生产力 没有没有这种经济经济这个杠杆的 对不对你最后的你这些设备最后慢慢的就会老化 而又没有这种你没有资本主义机制 他们老想是能够在资本主义的这个技术条件下 生产出资本主义的在社会主义的这个制度条件下 嗯 把两个揉在一起 资本主义的商品来 就是就是看好的人家这个 这个这个叫什么能力 但是又不看好人家健康的生活方式 哈哈哈哈 就是就是这个的 当然这个也是比较 我觉得你看看这个共产党那个过程 呃 咱们抱点同情心来讲 就是这个共产党的这些呃中间的这种思想家 嗯思考者 他们真是很痛苦 嗯真是很痛苦 想不明白 啊因为他一方面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这个放置四海尔截准的真理 另外一方面在现实中间就老是碰壁 嗯啊 对不对你相信人民人民怎么这么落后 嗯人民就就是死抱着这种私有制是吧 对倒是人家列宁看得很清楚 列宁说的是什么 说是这个小农经济每天都在产生这个资本主义因素 嗯啊 他他就觉得这些人就只有枪毙 哈哈哈哈 对啊很简单 简单粗暴 简单粗暴来解决这些问题 但是呢这种呃 到了新经济的时候列宁又敞开了 没关系这个资本家会把呃这个 搅死他们的绳索卖给我们的 嗯啊 他又 后来到了赫鲁晓夫 他一直保持自信啊 他觉得社会主义能成 他跟尼克松有厨房辩论是吧 对那 这些 但是那些理论家不傻 你包括固准 中国的固准 对 他们心里都很清楚 嗯啊 他很 固准的眼光确实很远 他看到了古希腊 看到了这个早期这些马克思主义者 他们那种 比较开阔的眼界 嗯 因为到了列宁主义的时候 实际上他变成了一个 黑社会结构了 对 列宁本来这个 你说的是十月革命 本身就是一个黑社会的 因为他跟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一样 当时他们的这种 对很多这个财富的这种分配方式 当时就已经表得很清楚了 他们就是一个黑社会组织 也就是沃尔凯西所讲的犯罪集团 从列宁党 咱们有一节的专门是讲列宁党的那个 列宁党 就是你西欧的这种 带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这种 议会政党和他是不一样的 完全那是不一样的 那么就包括今天很多人 中国的人 包括很多议题社会主义 说美国的议题社会主义的 这他们的社会主义和北欧的社会主义 和中国社会主义 那是两回干脆不一样的事 所以这个就是用一个自相矛盾的词 叫国家社会主义 列宁创造这个词 把他的本质说清楚了 对 他本身就是 他既不是欧洲的这种 发达国家这种福利社会主义 就是这个 通过国家机器来进行二次分配 是吧 生产是资本主义的 但是呢 你在这个分配财富的时候 当然这个是有意志的 你分配的这种社会主义政策 会影响到资本主义生产 这是肯定的 但是他们起码你逻辑上的很清晰 他知道他要怎么做 反正我就是这么个规矩 我就这么个政策 你愿意做你就做 但是你苏联中国 他肯定不是这个社会 他不是生产上的资本主义 分配上是 他也不是人家马克思讲的这种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那为什么要搞社会主义 因为你的资本主义那么发达的情况下 这个你们这个资本家生产是盲目的生产 你已经是大生产 你又是盲目的 你得有一个总协调 有一个总协调协调这个生产力 因为在马克思眼里是没有企业家的 这个并不害在马克思那 在亚当斯密就害下了 就是没有主观价值 没有这种企业家才能 到现在你美国的这种主流经济学教材里头 他仍然有这个成分 有这个成分 当然他吸纳了这种经济学革命的一些成果 就主观价值论 企业家的这个东西 但是呢 他也让主流的经济学变成一个大杂烩 他的系统也变成了一个大杂烩 那这个就跑远了一点 那现在就说 这个苏联中国这种模式 既不是这种社会的那种 这个就是相对于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 也不是这个贝斯曼式的社会主义 就是我收买你们这些工人 是吧 你们就不闹事了 不跟着共产党捧了 那也不是马克思论书的那种大生产的那种社会主义 因为你 你还有什么国营企业 还有这种集体企业 还有地方国营企业 还有的 还有农民自流地 你实际上客观 这些东西都是救了他 就是延缓了他的这种 生命 生命 延缓了他生命 你看着那个所谓三年自然灾害 596061 我说那个三年自然灾害 自然条件是在100年里头比较好的 非常好的 就是气候条件比较好 没有什么大灾 中国这么大地方 任何一年都有灾害 但是总体来讲 那三年算是好的 那就是说不是七分人祸三分天灾 而是十分天灾 十分人祸 十分人祸 那人祸是什么人祸 58年一个大小金 对 58年大小金干啥吧 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大列钢铁 什么乱七八糟 进入共产主义有两个途径 一个叫和平进入 一个叫不和平 和平进入就是 马克思那个线路 这个布哈林那个线路 大家发财去吧 让富农和平进入共产主义 至于怎么进我也不知道 反正意思就 资本主义高 发达起来以后就好办了 财富增长了就好办了 这个基本逻辑是马克思的 但是列宁人家不是 列宁就是逆天而行的 逆马 马克思主义天赐而行的 就是在落后地区 我要建一个共产主义 所以这个可能 可能是个硬 是一个纯政治的东西 一个纯政治的一个 政治的阴谋集团 是这么一个东西 他你可以说 借了马克思的壳 但是行列宁主义之使 借马克思主义之壳 行列宁主义之使 他还得说 说这个谁 说这个这个 考资基他们是修正主义 你们把马克思 抛弃了 我们坚持下来 那当然马克思 他也不是一个 完全讲究这种逻辑一贯制 他是个革命家 所以前后不一致 很正常 别人说 我是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说 反正我不知道 马克思主义是啥 我不是 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是法国有一批 叫青年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听到了以后 就很不以为然 说我也不知道 马克思主义是什么 反正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就是他是永远是 有一种革命家的一种 当然也有一些学者的名副 我认为他 马克思主义有两层的东西 那么 有学者的气质 也有革命家的气质 那么中共的这个延续呢 我们从外因啊 包括一些内因的一部分呢 我们都给观众们 进行了一个解释 但是观众们 最关心的一个事情是 这种不断的自我修正 或者这种延换 自留地 是吧 对 但是这种方式呢 已经是促使我们也看到 从79年就像你讲的 他们开始变了 已经走过了 苏共的这个几十年 那么苏共的70年 在79年中共就走完了 那么走完之后呢 他们又这样的这种 各式各样的变化 包括你说到的三个代表的 这个招安方式啊 包括这个很多像 胡温时期的很多政策啊 等等 各式各样的这种变化呢 使他们延续下来 或者是叫这个犯罪集团呢 依旧呢 扒在这个整个14亿的 中国人的身上呢 在继续犯着罪 并且是获得更多的一些吉养 与此同时呢 我们也看到 他们通过宣传和 封闭信息等等方式呢 促使了国内的很多民众的 伺候还真的很拥护它 因为民众没有识别能力嘛 那么你觉得 照这种方式下去 什么时候或者按照历史的规律 它会进去 它会破场 你是这样 它这个 我们小时候会玩一个游戏 就是这个 这是个扒 扒土堆游戏 是吧 这上面插一个旗 完了以后 你扒一下 我扒一下 你扒一下 扒沙子 扒沙子 扒沙子游戏 这是沙子 上面插一根旗 对 一个冰棍棒 对 一个冰棍棒 你总有 总有一下 你一扑了那个岛了 对对 是的 所以呢 就是你能看到的 它的这种 真正的合法性 它统治的真正的合法性 基本上处于丧失阶段 我为什么说是真正的合法性呢 你看 在原来的时候 这个 这个 80年代有四个坚持 社会主义道路 共产党的领导 无产阶级专政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知道吗 但是呢 私底下 不管是邓大平也好 赵紫岩也好 都抢了 真正重要的是 共产党的领导 对 这是他们的底线 什么都可以改变 什么都可以放弃 就是不能放弃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这个是 这个 89年到现在 这30年来的主旋令 这是真正的 就是真正的秘密 是这个 到习近平 包括到习近平 你看着他好像是 东南西北中 党生的那一切的 好像是全部在复辟 但是你记着 他这个叫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个表述 他没有改 只不过加入个 习近平新时代 对不对 但是你核心 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最本质的特征 就是建成 他把那个 四项基本原则 变向了四项根本制度 你要从这个角度来讲 这个 其他的都可以牺牲掉 就共产党领导 不能牺牲 所以现在的 中国共产党 已经是高度 机会主义 也就是高度的 机会主义者 高度机会 那么高度机会主义者 某种意义上 那就脚踩空的时候 就是 在 不知道在哪个关键节点上 在哪个 生死存亡之刻 他就是犯错误 因为他不是一个 理念集团 因为你 这样的表述 就说明了 他是一个 纯粹的利益集团 对 是 既然党的领导是一切 你想黑社会 他也要拜关公 对 黑社会也要拜关公 他也得有说什么 你看香港的黑社会片 说你不能切二死 早是吧 就是他有一些东西 但是在这儿是一切都OK的 对 就只要你是党能容忍 对 你看在这个 你一定要把共产党 说的他成功的原因 和他实质的成员 这两个概念要分开的 对 你看 说的 你看毛泽东总结的 我们为什么能够 这个 夺得政权呢 第一个是这个 武装斗争 第二组织路线 第三个统一战线 重要不少 都重要 都重要 但是国民党没有组织路线吗 有啊 国民党没有武装吗 国民党不搞统战吗 对 都搞 核心的根子就是 背后有人 嗯 就是咱们把这个事儿就说 说开了 简单话 说白了就行 说白了 就是简单话 你那么倒行逆时 你还能成 嗯 当然也可能对对手很弱 也是一个问题 嗯 但是为什么对手很弱 不是其他军阀呢 嗯 是 是吧 而是你这一支呢 嗯 也许在 在这个其他军阀严厉 你共产党跟我们一样 也都是不服不服这个蔣介石集团的一个军事集团而已 是 是是是 但是呢 他有区别区别的 背后有苏联 要不然张学良给他那么大的支持 凭什么呀 你就就已经 是 已经那么败落了 张学良为什么还要支持 嗯 那就因为他有幻想 会有苏联 而这个幻想也不假 嗯 他就有可能起作用 是不是 是 啊 所以 你你从这个相看 那就说 你刚才也讲了 就有17年时间 实际上 中共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局面里 当他一方面有批美帝 一方面有批苏修的时候 嗯 那个时候是他内心 我是看 看美国有一个 有一个人写的就是 中美关系 他曾经确实最危险的时候 嗯 嗯 特别是62年镇宝岛战争 对啊 人家要给他做核手术啊 嗯 美国保了他嘛 是是 美国保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美国保也不是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对 美国当时是要 客观上 客观上的这个需要 要抽离嘛 要要要要 要分裂你这个共产集团嘛 嗯 一是这个二一个 你要以用核武器呢 将来核武器随便乱用咋办 对对 所以呢 你看这个在整个八十年代 他又开始倒向美国 倒向美国了 嗯 美国给他 就是 在前苏联给他 一百多个这种重点建设之后 美国又给他一个新时代的 对 技术 对对 对不对 那 这个过程呢 没有因为八九年这个六四事件中断 嗯 一直有 嗯 而且进入WTO TO以后 大幅度向前走 所谓的知识产权道歉 也就是争议展 鼻一只眼 也就是从您的这个 刚才所讲的这个整体过程 上这个逻辑来讲 我可不可以简单这样总结一下 我跟你这样讲 就是 不是 有一句话 我是要强调一下 因为你刚才 你一直在讲一个内因问题 嗯 内因 内因是这样的 就任何 反对势力 内因您刚才 已经解释很清楚 结构已经很稳定了 对 任何反对势力 它如果说 没有国际的大国支持 嗯 是没用的 而今天的 唯一的大国 也就是美国 这又回到了这一点 虽然我们明白 中国的很多问题 是需要自己来解决的 但是我们也明白 这样的一个国际环境 或者这样的一个 新的这种贸易 你这样想 你很多人说 这个海外民运 如何如何无能 嗯 如何如何怎么样 嗯 你不觉得 中华民国 也曾经是海外民运吗 的确呀 的确 的确 什么没有 中华民国 什么没有 是是是是 的确是 那蒋介石 最后还做了一个结论 嗯 叫反共 在这叫什么 好像是叫反共在共 嗯 这个 复国在我 嗯 第一句话可能我记错了 我也不记得 反正有这么一句话 大概意思就是说 只能等他自己 作死了 我已经没招了 对对对对 因为那个格局嘛 你 人人人是联合国 常人理事国 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啊 嗯 谁不知道他是党国呀 任何一个搞政治研究的人 谁不知道他是党国呀 都很清楚 这个党国是 联合国 常人理事国呀 是 而且美国是 和中华民国是 断了交的 嗯 至于这个原因是什么 你可以有很多说法 有人说是这个 蒋介石不愿意接受 不愿意接受 汉贼不两立 不能出现两个中国 那就没有他 但是实际上 有两个中国的话 也可能就跟那个 东德和苏联一样 交叉承认了 也可能出现 但是 很显然 这个 这个 主要的席位就没有了 主要席位是 让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 所以呢 你刚才这一句话啊 就是特别说到 有些观众朋友们 就经常就说啊 这个海外的民意 这是大事 我觉得这是 这是的的确确 我看到有很多的人呢 在不懈的在努力着 以个人的方式在拼搏着 而且很多人在不懈的批评着 而且在 跟着屁股后面 想尽一切办法在批评着 甚至诋毁着 但是我们也没有看到有多少人真正站出来 但站出来的人 是否真的能够改变这种格局呢 我们一定要像 郑旭光先生所讲 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党国 所控制的这个国家呢 它是今天二战和一战秩序的 之后的一个最重要的五国之一 也就是遗产 因此呢 推翻它 有可能呢 我们可能需要有一天 需要得到 或者是看到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秩序 发生根本性 或者是发生结构性的问题 当然目前呢 我们已经看到像 在联合国的一些机制呀 我们看到一些国际组织的机制呢 都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这被很多人称之为呢 这是一个新的一个开始 也有很多人呢 担心这样的一个结果 这是否会影响中共的 继续的执政 或者是这个世界 会不会出现一个新的一种改变呢 我们在未来的节目当中 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谢谢旭光先生 谢谢观众朋友们 谢谢导播 我们下次再见 一网打进自由 新闻精华 6度新闻